上回书说到夏九龄 在擂台之上打了蓝田宝 按把势打不过 小孩夏九龄用智慧 把这蓝田宝给赢了 那么镇东侠侯廷侯镇远 他是个练武术的 他是个武术家 而庸亲王印针 按现在的话说 他是搞政治的 所以对夏九龄的行为 看法就截然不同 侯老霞跟王爷说 您瞧 您竟怪着他们 这孩子品得坏 王爷一摆手 老霞科呀 司马先长 你们众位 在武术上是非常有经验 可是在作战上 我认为夏九龄这孩子做的太对了 这合乎兵法呀 叫兵不厌诈 您想想 这九龄这孩子太年轻 把势不成 难道说让他在擂台上挨打吗 挨那打品德就好了 心底就诚实了 您瞧 挨人一道 挨人一拳算诚实 那么赢了他 用自己的智慧 把对方置于死地 就算不诚实吗 众位侠客爷 我想 小 往自己身上比 当然 是报复平和 无所谓 就是在内山上比武 你俑我俑 无所谓 可是王大了说 对于国家可就不一样了 对于国家来说 众位老县长 打一次仗 胜了 威武不佳 可是一个仗要打败了 国家都能亡啊 所以您想 这个孩子将来要打仗 嗯 还可能出奇制胜呢 他不简单呢 得奖励奖励 老侠客一听王爷的话 也是想啊 是啊 难道说站在擂台上 武一不成就光挨打吗 王爷说的也对啊 侯这远看了看 老少英雄侠俭都点头 看起来对王爷很佩服啊 那雍秦王印针将来得当皇上啊 他没头脑 将来怎么能当这一筹人亡地主啊 老侠客一抱拳 哎呀 王爷真是远见着实 夏九龄在台上叫号呢 西看台上有人高声喊嚷 姓夏的 小巧年纪狡诈得胜 何德能之处 来某家会你 这个人飞身形下的西看台 一长腰蹬上擂台 老百姓一看 又是一个长笑 哎 上去还是一个小老头 夏九龄一看 这个人穿正打扮 年纪跟刚才那位一样 老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啊 某家富姓蓝天 丹子名誉 有个外号 低头看身自在鬼 小娃娃 你取巧胜了某家兄长 胎皇未退 乳秀未干 竟敢欺心奸诈 嘿 两年也不是某家的对手 快快 把这能人换来 哈哈 你 叫蓝天玉 岁数那么大 个矮就得了 目光还那么短 我告诉你 有志不在年高 无志空火百岁 趁多小 能压千斤呢 啊 周蒋 虽然长 也得被水给淹了啊 你看过书吗 你看过吗 你懂不懂啊 古书的事我告诉你 防风是身行九母 不脱会计之诛 九把腰打十围 难免昆杨之败 孔仲尼 拜相托为师 你怎么敢小看年轻人呢 你叫刘神吧 嘿 这位蓝天玉大爷 对待夏九龙的话 还真是似懂非懂 可是王爷在台上一听 嘿 这个孩子文武全才呀 那说出话来 把这矮小的侠客 给顶得一愣一愣的 夏九龙说了 以前我想换人 才不换呢 我小怎么着 称托小鸭千斤 蒋长 蒋长也得被水给淹了啊 他举了三个古人 防风是身行九母 不脱会计之诛 这防风是是个人 个儿大 身行九母 想当初夏宇王 召集各路的诸侯 到会计 就这位身行九母的防风是来晚了 自个儿夸大 夸大怎么着 来晚了 夏宇王照样杀他 九把腰打实为 难免昆一阳之败 你要听评书 我说过东汉演义 二十八送到昆阳 打不过九把 九把是王莽的先锋官 腰打实为 身高仗私 怎么样啊 跨下马掌中一口锯齿飞连大刀 最后还是败在二十八元云台大将之手 自吻在五行昆阳山 下九龄说的第三个 孔仲尼 拜相托为师 想当初孔子周幽列国 碰见小孩相托 这孔子呢 也不知道为什么犯神经病 跟这相托 两个人互相问 谁赢了 谁是老师 没想到相托 小小年纪 把这孔夫子给问趴下来 这孔夫子真的 给磕头作衣 拜相托为师 下九龄说了 小 孔夫子岁数大呢 照样 拜相托为师 你这么小看 我年轻人呢 你留神吧 哇 嘴尖蛇巧 有功夫 你尽管师的 哈哈 蓝天玉呀 你敢藐视你家小爷爷 我要凭一周 一试就赢你 你信不信 不信 不信 咱们来 咱们比轻功 还是比硬功 这蓝天玉呀 心说这孩子可坏 我要跟他动手 我得防备他冒坏 他问我比轻功 比硬功 我呀 跟他比轻功 比轻功 他没法冒坏 我省他一如反掌 姓霞的娃娃 你我就比这轻功 好啊 轻功如何比法 下九龄用手往上一指 这位蓝天玉抬头一看 下九龄指的是天花板 娃娃 看什么 蓝天玉 你看 这钉着一尺 剑圆的铁圈 我们的纵身起来 啊 顺着铁圈底下 钻过去 然后头冲下 再从这个铁圈钻回来 落在台板上 可是身子不能碰这铁圈 就算赢了 啊 你可比我横了快 你可别碰着 蓝天玉又生气 他又抬头看 娃娃 这铁圈在哪 我怎么看不见呢 嘿 你也就往上看呢 下九龄说着话 下九龄可就毛腰了 左手望上一指 这蓝天玉呀 仰着脖子望上凑 他看 九龄也望前凑 一看够上了 猛的一抬着右脚 罩着蓝天玉的小肚子 砰 下去吧 这蓝天玉真乐大了 哎呦 一声扑通 有打台上就摔到台底下 他横宽的 就跟大皮球似的鼓掠下来了 哎呦 这老百姓这乐呀 这小孩的真了不得 这下 可把这位蓝天二爷给摔坏了 哎呦 行下的小子 你蒙我 趁我不防备 给我踢下来 你好 你好不了 蓝天玉 我替你师父管教管教你 这是擂台 不是你们家 你们家的客厅 看看这看看那啊 性下的踢你一脚 叫你长长经验 长长月的 我要给你一刀 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丢人不丢人 回去 这蓝天玉都气糊涂了 下九龄让他回去 他还搭茬呢 哎 遵命我回去 好家伙 老百姓 你听这边还遵命呢 下九龄在台上 洋洋得意 就在这时候 西边看台上 有人高声 喊嚷 小娃娃 以奸诈取胜 不能算是英雄好汉 陆林当中 没你这个人物 来来来 某家 与你动手 撑 飞身形上了一台 他还又乐了 为什么 又上了一位 身体也这么哀笑 这个人 这个人正是脉步过岭 无形鬼 蓝天壁 三眼 下九龄心里琢磨 心说这三位 谁的功夫都比我高得多 我懵俩了 这位还让我懵吗 我呀 见好就收 碰 他一跺脚 我呀 只想上这台来 跟那成名的大侠客会会 我也学点本事 怎么又上了一个矮小的人物 得了 算我倒霉 回见吧 嘿 他说完一拧腰蹭 他下擂台的走了 气得这三眼蓝天壁呀 两只眼睛看着下九龄 哇呀呀呀 下九龄你给我上来 下九龄不理他 蹭蹭蹭 回归东看台下 望尚异村 上来了 站到了镇东下 猴亭猴志远的面前 师大爷 我呀 想会战两位 出来拔萃的英雄 没想到要来挨老头 我不愿意再打了 老霞是又气又笑啊 不好好学能耐 只在尖巧上下功夫 怎么能成了大气 海川哪 你以后要好好教他本事 连海川都责备了 下九龄一吐舌头 心说费人能半天 天级也不落好 蒙也高兴了 一伸手把下九龄拉过来了 九龄啊 好啊 你学过兵术战策 是啊 我大爷老让我看 那就算看对了 将来你必是一员大将 下九龄 哼了一声 看脸师大爷 侯着远一瞪他 下九龄不敢远迎 这时候擂台之上蓝天壁 双手一抱拳 四方朋友听真 在下名叫蓝天壁 刚才这个姓夏的娃娃 有自知之明 不敢动手 东潭台 哪位朋友 东台教练 好 哪位朋友 东台教练 王爷就跟侯振远说 老侠客 人家叫战呢 赶紧派人吧 下九龄说话了 王爷您瞧 有人上去了 王爷一看喝 晃晃悠悠 双手分人群 谁啊 傻小子 炸海金牛 于衡 王爷瞧着 这傻小子往前走 哎 靠边靠边 让我打类去 我好吃的 打馒头 他不会窜呢 走到擂台旁边 因为擂台旁边 有大木头梯子 他顺着梯子 腾腾腾就上来了 镇东侠侯着远 心说 于衡上擂台 跟张望孔秀 一定有关系 回头一瞪这俩人 这俩人望后一吞 张望孔秀 是不是你们两个人 指使你师叔上台 张望一连嘴 孔秀摇头 没敢说话 这傻小子 还真是听了张望跟孔秀的了 其实于衡明白 跟这坏事包张望 还要孔秀在一块 自个儿老吃亏 可是跟别人呢 又说不到一块去 没办法 他只能跟这俩人在一起 今天在东看台上 这张望跟孔秀就冤他 我呀 我说 牛小子 你干嘛叫我牛小子 我是你师叔 牛小子 你还想我说话 牛小子 你晓不晓得 咱们今天到浙嘎里的干什么来了 我哪知道啊 我老人家告诉你 我们大家到浙嘎里来迎打馒头 那那馒头是我的 张望过来了 弥陀佛 牛小子 那坏事包 你的馒头也是我的 您想吃馒头 您看 开什么 您看西边 啊 那边有馒头 您要想吃 您得上那台 您上那台动手去 上那台有馒头 对呀 您要打躺下一个是俩馒头一碗肉 不够吃 不够吃没关系 您哪 打俩 打躺下两个就是四个馒头两碗肉 谁给我记述了 我们哥俩给您记 你们可别记错了 记不错 您放心吧 那我去 孔修给打气 我呀 我说 牛小子 你不要忙 实在是不够吃 我告诉你 你告诉我什么呀 孔修用手一指 西看台上的北侠秋天秋背雨 牛小子 哎 你看见那个白胡子老头了吗 哎 老头我看见了 牛小子 你要把这个白胡子老头躺下 给他打躺下 啊 就是一剔馒头 一锅牛肉 哎呦 那可就够吃了 牛小子 快去快去 就把那老小子给他躺下 哎 你就吃饱了 所以猛英雄于恒下砍台 分人群 登上擂台 往当中间一站 两只手一捂肚子 慈雄眼一睁 哎 馒头肉 你们过来 这蓝天壁哪知道于恒是怎么回事 馒头肉 谁是馒头肉啊 这啥小子扣着实呢 猛汉 通上明来 那可麻烦了 哎 你这矮小子 听着你可别吓趴下 而我是淮安府 朴母和于家庄 姓于明衡 自保员 师父起外号叫炸海金牛 来吧 说完了 傻小子一捂肚子 一只眼大 一只眼小 慈雄眼瞪圆了 蓝天壁知道 这傻小子会把势 左手一晃他的面门 右手全猛虎出动 打 就奔着于恒的胸前打来了 再来点 再来点 于恒说再来点 这蓝天壁 不知道怎么回事 吓他望后一撤 猛汉 你说些什么 哎呀 混蛋呢 馒头肉啊 我让你再来点 再来点 我不是旁 恶着吗 招不能还走了 蓝天壁 一咬牙蹦起来 这拳就到了 因为他个儿矮啊 眼看着拳打到了 这于恒啊 还说 再来点 你让我再来点 我还不打你吗 蓝天壁的拳头过去 这傻小子一看 尺寸到了 傻小子可动手了 左手望起一撩 右手一拖这蓝天壁的小肚子 砰 好家伙 把这蓝天壁给拖起一张膏里 然后望下一开 啪 扑通一声 傻小子 勾着他肚子 往上一拖的一摔 差点把这蓝天壁给摔死 蓝天壁爬起来了 疼着他绕了 好几个圈 才缓过这口气来 傻小子高兴了 用手一捂肚子 冲着张望孔袖就嚷 哎 臭豆我坏事包 他管这孔袖叫臭豆 给我寄这馒头肉 还有谁上这累累 累累累我馒头肉 有人高声喊嚷 傻小子 不要装傻充了 某家来也 西看台上飞身下了一人 掌腰灯了一台 猛英雄 余恒一看 来的人大高个 看岁数 五十开外 宽脑门 大鼻子头 大嘴叉 黄眉毛 黄胡须 连宾落差的胡须 深眼窝子 黄眼珠子 一身蓝 线着绒绒 看外表 真是英雄乞丐 孟瀚 某家会你 哎 好说 好说 馒头肉 你叫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哼 这人 微微一笑 蒙汗 某家乃江西临江府家江义龙泉物 铁背苍龙 王增事业 反正你小子是门头肉 龙小子你过来 他记住了 铁背苍龙 他就听一龙字 这王增啊 是武林当中的老人物 他往前一上步 右手掌就奔着于衡的胸前打仗 这于衡啊 跟师父学的 这招数是一招接一招 他不能错了 刚才使的是第一招 把那矮英雄蓝天壁给打了 他现在用第二招了 他这第二招 只有他自己知道 叫俯虎将军身为广 集体猛暗 莫阴寻 他嘴里还得说 再来点再来点 王增望前打 他左手呢 就望上翻 奔哪啊 他奔王增的右掌 王增当然得往后处 他可不知道 啥小子余恒的厉害呀 余恒右手同时就上来了 上来他往下刹 这招叫月照云龙 这大巴掌猛的一下 望下一摁 这余恒个大呀 这手望上一踢 穿望他一落 准正是王增的头顶 啪 可了不得呢 这一掌把王增的鼻灵眼泪全打出来了 扑通一声 愣给这老英雄打了一大屁股堆 疼得他直咧嘴 傻小子过来两只手一拖 王增的下巴 一摁那脑袋 这头晃掉 台底下老百姓都乐呀 大得好啊 这边傻英雄 傻小子高兴了 捂着肚子 看着张望 记着俩馒头了啊 一碗肉两碗肉不够吃 还有奶味再给添点 我来添 您瞧 还真有人来添 西看台上飞身形下的一个人 长腰蹬来台 要怎么说这事都新鲜 有傻小子这么问的 就有人这么回答的 他添来了 傻小子一听高兴啊 真孝顺老小子知道我不够吃 傻英雄炸海金流 于衡在泪台之上逞威 才激怒了北侠秋田秋佩宇 要登台打泪